早上要起床的时候 真的毫不想离开被窝 因为今天算是 寒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天 所以今天一整天 其实全台各地都能够感受到 这一波寒流的威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户外的温度 可以看到像是在北台湾 大约都只有10度而已 而在中南部地区 也都大约只有11度左右 尤其在高雄都只有 只有到11度就可以想见 这一波寒流真的是 从南到北都是有感觉的 而在东部地区 除了在花莲跟台东 温度稍微高一些 其实今天甚至在花莲地区 都已经亮起了 低温特曝的灯号 可以看到其实今天 气象局就针对两个县市 没有来亮灯 也就是台东跟澎湖了 其余的地区都亮起了 橘灯或者是黄灯 橘灯就是代表非常寒冷 请大家特别注意 而且甚至连彰化花莲 都是连续24小时 可能会来到12度以下的低温 而在南部地区 可以看到像是南高坪 甚至也亮起了 比较寒冷的灯号 也就是黄灯 就是今天有可能 来到10度以下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今天是寒流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天 明天会慢慢减弱 但是要提醒您是 像是在南部地区 或是西半部 都有可能受到 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明天清晨 才是挑战最低温的关键时刻 其实目前可以看到 地面天气图 这个冷高压座 是直接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而且就连最指标的 冷气团的前缘 1020线都已经压到非常南边了 就可以想见 其实这一波寒流的力道 真的是很强 而且今天开始 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刚刚看到外头 都已经慢慢来转干 不下雨了 就是因为冷气团前缘 虽然是有一些封面 还有水气的 但是它现在已经慢慢离开了 所以接下来 代表的是 就是比较干冷的空气 来影响台湾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 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 比较干的空气了 所以顶多就是在 接龙北海岸 还有在花莲的沿海地区 有一些零星降雨 其实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都算是比较好一点点 这算是比较好的消息 不用再这样湿湿冷冷的 而未来的天气 大家一定都会很想知道 那周一之后 是不是会回暖 是有机会回暖的 因为冷气团 就会来慢慢离开 所以就要提醒大家的是 刚刚有提到了 辐射冷却 有可能让低温的区域 会比较扩大一些 有可能从南到北 明天的天气都是 清晨的时候 大家上班都是满低温的 而接下来来到周三的时候 又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 要南下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是 周三其实天气也是比较干的 但是天气依旧是温度满低的 我们就从一周的温度曲旋图 来提醒大家了 其实今天温度可以看到 其实全台各地都是低温满低的 都来到10度以下 南台湾比较温度稍微高一点 可能13度左右 但是到周一依旧是很凉冷的 而到周二周三慢慢来回升了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周四周五周六之后 这一波冷气团有可能是强烈冷气团 而且延续到周六等于一周一整天 都是满凉冷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还是 虽然是寒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天 但是明天会有辐射冷却 温度可能会更低 要到周一之后慢慢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周三周四之后 又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了 但是这一波还要继续来观察它的强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强资讯 李杰 温度真的非常的低 想请教你一轮 我们看到这个玉山昨天出现了冰线 那么今天各地下雪的几率又是如何 如果想要去追雪 要去什么地方可能性会比较高 哪里的民众压对保了呢 我们真的要很谢谢在外场的记者们 他们为了要追雪 都一整天帮我们守候在山区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接下来要下雪的机会 可能会非常的少 因为刚刚有提到了 其实现在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慢慢下来了 后面都是属于比较干 所以接下来要下雪 真的机会蛮低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目前在山区的温度 像是在宜兰的翠峰湖 都只有大概是-3度 在玉山只有-2.8 而在台中也就是南湖 圈谷也只有-2.6度 温度很低 但是雪像刚刚只有在河欢山 有一点雪下下来 但是接下来未来的天气形态 因为都是转干了 顶多就是让我们感受到 这一波寒流有多强劲 接下来下雪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少 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接下来寒流的威力还是会持续下去 但是因为转干了下雪的机会 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看 雾松或者是像是下 有点向下雪线的情况的话 要提醒大家把这个衣物给穿好了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外头很冷 不想出门的话 都会开些暖气 就要把家里的窗户打开 留意通风的问题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这样子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